到了一年一度的中国新年 全球华人张灯节彩 欢声笑语 与亲戚朋友互道 过年好新年好 各地举办盛大的庆祝活动 放爆竹 贴春联 赏花灯 逛庙会等等 庆祝新一年的开始 各种过大年的隆重活动 体现了人们对华夏数千年 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崇敬 那些优秀的传统文化 是联系海内外华人的天然纽带 是每位华人深深立命的精神家园 也是中华民族繁荣与强大的文明基石 它曾为中华民族带来辉煌 但也在中共治下屡遭劫难 造成很多混淆与误解 比如把中国新年称为英历年 农历年或叫春节等等 中共媒体宣传大量使用 也影响了很多海外华人 这里有必要素本清源 以其归正 中国新年不是英历年 农历年 中国新年是按照中国传统的立法来计算的 现在的人说它是英历年 农历年 这是中共有意贬低中华传统文化的做法 其实它就叫中国年 中国文化是神传文化 是半神文化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立法的国家之一 在三皇五帝时期 中国就有了对日月星辰 四十节期等等相当准确的观测与推算 中国古人非常注重阴阳平衡 在传统立法的制定过程中 既考虑到了月亮的盈亏周期 又兼顾了地球绕太阳的公转周期 因此 中国传统立法非单纯的阴历或阳历 而是科学又严谨的阴阳和历 中国新年恰逢历春前后 春天开始 迎接新年的到来 而且 中国古人距太阳和地球的相对位置变化 以及地面气候演变顺序 制定出二十四节期 对人类社会的精神 管理 人的身体健康 农作物的收成等等 都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是对应天时地利变化 同用来计时的最完美的纪念法 总的来说 中国的立法不但计算准确 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的诠释也最到位 同时体现了阴阳五行的思想 蕴含着自然循环运化的规律 是真正天人合一的立法 中国立法的背后蕴含的是 道家神传文化 以及中国传统社会敬天信神 遵循天道的价值观 在中国历史上 立朝皇帝通常都是敬天的表率 适逢登基或美誉大事 天灾等都会改年号 所以立法中又加入了年号 如贞观永乐康熙等 因此传统中国立法被称作 皇历 由于立法最早来源于 道家文化创始人宣言皇帝 因此也叫皇历 中共篡政后 为了切断人与上天的联系 批判并破坏传统文化 废止了皇历 改称为阴历 这是对阴阳合历的否定 旨在打破传统文化中阴阳平衡的观念 然而 中共并未就此罢休 因为阴仍然是道家阴阳中的提法 仍然带有修炼的内涵 因此为了抹除神传文化的丝毫痕迹 中共又打着破 似旧的谎字 把传统立法叫成农历 一方面农历的叫法将传统立法边缘化 这会造成现代人认知的局限性 会让人误以为其之与农业相关 只对农民务农有用 很难让人联想到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以此阶断中国人对传统文化的沉传 另一方面 中共多年来一直在其宣传中 文艺节目 如小品中 用低俗的手法刻意贬低 矮化农民 久知 什么东西一旦跟农字沾上边 就与科学无缘了 无形中就与愚昧 落后 低级等字眼联系起来 因此 农历的叫法背后 也暗含中共对中国传统立法的贬损 把中国新年改叫春节 是破坏和颠覆中国传统文化 在传统文化里 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首先敬拜神明 感谢神明的护佑 然后祭拜祖先 表达追思之情 同时向家中的长辈问安 表达孝道 最后与朋友互相喝碎 表达关爱与和睦相处之意 其中的各种仪式与顺序 可以说全面体现了中国的传统内涵 表达古人对传统的敬意与继承 1949年9月27日 中共商量夺取政权后建政事宜 将正月初一改为春节 似乎只是个普通的庆祝 春天的节日而已 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叫法 是中共为了批判 替代传统文化及宣扬无神论的需要 当名称改变后 相应的是传统过年时 感谢神明看护 尊敬神明与先祖的文化内涵 就被去除了 把中国新年改叫春节 其实是在破坏和颠覆中国传统文化 在中共的全方面宣传之下 春节的说法似乎无处不在 中国新年的用词反倒越来越少了 中共建政之后的七十多年里 把中国年这样的一个弟弟道道 最重要的中国传统节日 变成了共产党给老百姓洗脑 灌输党文化的政治课 中共的新年晚会 被中共鼓吹为中国百姓的新民俗 然而歌唱的却是中共的主旋律 与意识形态有关的主题贯穿始终 而且格调越来越趋于粗俗低下 千百年来蕴含在新年中的精神追求和人生感怀 被中共破坏殆尽 皇与王有很大的不同 中国历史上有三皇五帝时期 有了皇的说法 后来秦始皇开始使用皇帝的封号 并被历朝历代帝王采用 自秦始皇以来 皇帝就是天下共主 国王是皇帝的下属或者是属国的君主 在皇帝之下 可能有很多国家 那些被管辖的国家的首领 要效忠和朝拜皇帝 要中国当朝的皇帝批准才能正式成为王 九天昌和开宫殿 万国一官拜免留 反映的就是这样一种皇者气象 正如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所开示的 中国的朝代和国家不是一个概念 那个皇上和其他国家的王也不是一个概念 那个朝代是人类一个时期的象征 皇和王区别很大 皇是一朝的主庭 皇上之王 皇以下是王 只要能管得到的国家都有当朝的皇上下旨封谁当王 王的继位也要皇上下旨才合法 是因为中国是不同的天国下世当人的门户 也是到这里来结缘 当政的主庭 过后在历史最后一步结缘了院 因此海外没有朝代 只有中国有 中国才有皇帝 所以皇这个字不能乱用 只有中国古代的皇帝才叫皇 凯撒是界忽皇和王之间的一个职称 沙皇的叫法来源于凯撒等同国王 日本天皇是为了效仿中国文化 模仿中国皇帝起初来的称呼 最早称天皇的是中国的唐高宗 海外一般没有皇 英国女王就叫女王 不叫女皇 海外很多皇的用法 包括皇家皇家剧院 其实用错了 比如纽约皇后区 当初就叫皇后区 世人弄错了 中国人不是红龙的传人 中国自古称为神州 中国人是神的子民 但中共党媒不断宣传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还编成歌曲到处唱 就凭早已揭示 中共在另外空间是邪灵 对应的是一条红色恶龙 所以中共红旗 冒灰 袖章 红领巾 会议旗帜等等使用的都是一片血红的颜色 因此 中共把中国人扭曲为红龙的传人 要把中国人拉拢成自己的一份子 要让中国人自甘成为红龙的子孙兵 红龙崽子 其实中国人不是红龙的传人 是共产党使劲往这里撤 中国人跟红龙没有任何关系 人是神造的 当然中国传统社会的皇帝也叫真龙天子 但那只是表达权柄与能力的寓意 是因为他高于人 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 每个华人的心灵深处都承载着那份文化的底蕴与厚重 它影响着我们的言谈 举止与思维 继承真正的传统文化 会给我们的人生 社会带来美好 而中共的党文化 则是在扭曲传统文化的内涵 把我们带上其路 古人云 千里之蹄 溃于乙穴 中共对传统文化的扭曲与摧残无孔不入 无所不用其极 也绝非一朝一夕之事 而是一个日积月累的过程 它与细微之处切断人与神的联系 破坏着国人的道德 败坏着中国的世风 毁坏着中国走向真正文明与富强的路 在新的一年里 让我们回溯历史 重温我们的传统 在宏观上 于细节中找回中华传统文化的争议 击溃不以至千里 击小流以沉江海 共同走好我们未来的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